欢迎来到本年度的本站组长们的新春聊天室 下面请组长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开始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美工组的组长处子 然后我是19年1月1号进站的 当时是31号他们刚公布完之后 我就看到了站子的那个招新公告 然后大概是过了零点的时候审核进站的嘛 然后的话我一开始咱们站子人特别少的时候 我是编职了基本上除了文爱组之外 所有组别的工作 然后现在的话很开心看到咱们站子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所有的工作都越来越系统的 去安排跟布置了 所以我现在是处于一个退休老人的状态 主要只是负责安排像北公子的一些工作安排之类的东西 哈喽大家好 我是进化反黑组的糖果 我是当时在等微生日出道 然后一直在看各个站子的消息 然后19年1月1号的时候进了中手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嘛 也很少出现在工作群里了 然后今年嘛是出现的最多的一次 然后看到你现在人有这么多 然后也有那么多积极性的工作主员 很开心 大家好我是资源组组长乐曲 我是20年2月份进来的 我在组里面主要做的就是负责分配一下任务 然后还有教学 然后中方中和中方外都是从我再开始开头的 没了下一个 大家好各位看了我的朋友们 非常感谢大家 我是资源组的组长英宁 我是20年的5月末6月初进来的 进来之后呢 我本人是基本绝大多数情况 不出意外的话都是待在资源组的 一直是陪着从超时空回的回归一直到现在 哈喽大家好 我是微管队教教教育副组长 我是20年的10月28号进站的 因为当时是我高考结束之后 在之前嘛 因为高考这些就不能经常的出现在微博上 后来结束之后时间自由了 我就赶紧的进来了 大家好 我是资源组的副组长 柚子 我是20年10月份进的组 到时也是因为组里那个重手的话 比较缺人手法 然后开了第一季的团组之后 莫名的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给来应聘 然后有幸的被选中了 然后进入了我们卫中手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炭酸 我现在负责的是视频剪辑组 然后我是21年1月底的时候进站 然后现在差不多刚好就是一年 是还在字幕组和资源组的时候有兼职 然后组是这样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现在推特组的组长米尔 然后我是在21年的3月5号进的站 一开始进站是在进化反黑组去兼职帮忙 到之后想要去了解其他组别的一些工作内容 然后就也都进了字幕组以及资源组 还有微管组也有去学习 然后到现在自己创立一个新的组叫推特组 然后基本就是 对这个之后会索 然后基本就是会帮忙发布一些资源 然后也谢谢大家对于我们油管以及推特的一些关注 然后我们同时也一直在背后有看着大家陪着我们的推特和油管一起成长 所以也是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那我说完了 参加本次的组长们的新春会议聊天室的 有很多呢都是在我们这个站子刚刚成立的时候 就已经在了元老级的人物 一直陪着无论是微神也好 当然微神也是陪着我们这样子互相的和粉丝们一起建立了这样一个 比较沟通的开放平台一起走到了现在的 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各组的组长为大家送上了我们 本站独有的新春的祝福 好我们现在请各组的组长送上他们的祝福 来 我是美公主的组长兔子 然后我在这里代表美公主的全体成员 祝大家虎年大敌虎虎升温 然后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你好我是进化传言组的组长糖果 在这里祝大家 2022年工作穿力身体健康鼓鼓升威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静下地看到微神秘 谢谢 好 欧洲 我是资源组的组长乐局 在这里祝大家学习顺利工作顺心 然后多挣一点钱开开心心地过完这个年 谢谢 我是资源组的组长英宁 希望大家在虎年大吉行大运 虎啸龙云一生之后 世界的疫情不再反复 大家的新的一年都能有新的收获 祝大家虎年快乐春节快乐 Happy Chinese New Year 我是威反指导副组长若瑟 新的一年祝大家 虎气冲天身体健康如虎 总之一切都要糊糊糊糊 我是新的组长副组长若瑟 希望新的一年可以赶紧结束 也希望我们可以快一点在线下接到微人们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又是我探索 然后就希望 首先希望微人在新的一年可以形成多 物料多 然后可以快点回归 大家尽早在线下见面 然后其次就是希望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我们亲爱的家人们 姐妹们 可以一定要身体健康 要平平安安 然后大家欣赏时辰 工作顺利 学习顺利 反正干啥都好 好吧 大家好 我是推特组 组长梅尔 然后在这里也祝大家 虎年行大运 虎年到 好运也会到 然后当然也希望我们的微人能够多多的回归 多多的有曝光率 然后让更多的新粉丝 旧粉丝 以及所有还在等待着 他们发光发亮的那一天 春天的粉丝都身体健康 然后学习顺利 工作也顺利 然后能够有一个平安的2022年 然后也祝这个 也希望这个疫情能够尽快的退去 然后春天将会到来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从中国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从世界不同的角落聚集在本站里的 你像我们本站呢 像我和推特组的组长梅尔呢 都是不在中国的 所以呢 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感受到的这个新年的氛围呢 就没有说在中国国内那么浓厚 那么分散在中国国内的大家 想问问看我们的组长们 在你们那里都有一些怎么样的新年的习俗 就是在大年初月成以前 就是除夕的下午 要去山上请厨 要去山上那个求神 担担一下 说一下自己新年的愿望 然后初五的话 去是去到那个财神庙里面 也是求不迁 然后就展望一下未来一门的财运 这个我们 我的家乡其实是没有的 因为我是在安徽出生的 安徽的晚中那边 像我的家乡呢 因为处在中国的南北 交界处比较中间这一块 所以我们的那里的习俗 我觉得比较一定程度上 是真的是融合了整个中国的一些 一些这样的一个 一个新年的习俗吧 就是我们那里呢 在也是有熟悉的习惯 除夕那一天呢 会做很多很多很多好吃的 主要是以肉菜为主 孩子们呢 一般都是给奖辈磕头之后 给红包 这样的话 除夕夜就结束 但是会有一道菜是不变的 就是一定要烧一道鱼 就意味着年龄有鱼 那道鱼在那个除夕夜是不吃的 这样的那一天过去了之后呢 第二天早晨的话 我们那里的是既吃饺子 然后也吃园 稍后的汤园都可以 我们都吃这些 然后呢 要进行一个比较简单的这种清扫 因为可能前一天晚上的话 大家都有这个习俗 就是扔掉这些那个果皮纸蟹 可能会因为某一些 可能也是习俗吧 丢在地上 它不会扫 第二天早晨呢 就要把它们都全部都扫掉 就意味着啊 就是扫走这一年的 可能霉运啊 或者不好的东西 以此来作为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祈祷吧 我想起来了 我们这边会做八宝的饭 就是原料跟八宝就差不多 然后但是是用饭的形式 它会在里面 饭的里面放豆沙 然后上面撒上一些像金桔啊 葡萄干啊 红枣啊之类的这些干果 就甜 就甜口了是吧 对对很好吃 这里面是不是只有一个 我是北方人 就是因为我是昨天当作的 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我们是年前头两天 做那个走播播 你们知道吗 没有听过 我没有听过 其他做到没有听过 这什么我都没听 就是走播播 是类似于走高的东西 不是 它其实跟馒头长得很 就是馒头 但是它在馒头上面要 加上枣 要开几个口 然后加上枣 就是最简单的是枣播播 然后还会做很多 这种各种颜色 或者是各种造型的 因为我是 就是有人来自福建 福建那边比较信神明一点 然后刚刚岳老师说到 他们那会去 请神 请神仙 是这么说吗 就是我们也会有类似的活动 就是到零点的时候 新春零点的时候 会敬天宫 然后就是会放泡 然后上去就是拜拜 之类的 大家知道拜拜是什么意思 我应该知道吧 然后就是会做一个拜拜 这样的活动 然后刚刚英景老师说扫地 那个问题 我们是说是大年初一的时候 是不能扫地 而且因为大年初一 会有很多客人来嘛 然后大家就会嗑瓜子之类的 然后就嗑完 村里就往地上一聊 但是大家都不扫地 初一是不能扫地 我想起来了 我补充一下 就是他刚刚不是说 那个请神仙拜菩萨吗 我们是有一个传统 就是在小年的时候 要请那个年菩萨 我不知道你们那里 有没有这个菩萨 反正就是有一个年菩萨 各个地区的可能不同 有些人是 有些地区是 比如什么财神啊 观音啊 这些都请过来 请一桌 然后有些就是请那个过年的 那个年菩萨 就是那个神兽啊 那个年菩萨 然后还有我们除夕就是零点的时候 在杭州嘛 有些人可能会去林影寺那边撞钟啊 就是新年的钟声 明白 明白 那是一年的好运气 我要说一点吧 嗯 因为我是江苏的嘛 然后我们那边半年春的早上会吃早茶 就是吃筋果 然后当这个叫什么原名 原名高 我们方言那个我不知道什么话 就是说原名高好像是 就是叫茶 叫茶 然后就吃一桌嘛 然后 上午的时候就是到处跑 到处跑 然后每天 然后到了吃午的时候 就是请柴神爷 嗯 那我想问问看米尔呢 米尔有没有就是 因为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呢 米尔呢 是是现在就是 他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说呢 虽然说是是华语 可是毕竟呢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新年的习俗 所以我还真真真真是很想要问问看米尔 就是跟中国的这种庆祝传统的新年的春节的这种习俗 马来西亚那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呃 据我所了解的吧 应该流程上的没什么不一样 但是我们会特别在就是除处 因为是除处夜吧 会你会听到非常多的烟花 呃不是就是看到非常多的烟花 然后也听到非常多的放炮声 然后可能隔一天出一的时候我们会 呃出一的时候我们会呃就是长辈会让小辈一定要穿新衣服 然后同时也是去呃可能会去见一下亲戚啊什么的 然后就会有一个团圆饭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然后我还记得吧我们之前的新年都会一定要做上一碗面线 就是可能也是福建那边的呃一个习俗传统吧 我的妈妈也是福建人爸爸是福建人 然后他们都会比较相信说呃吃面线是一个长寿的一个呃一个象征 所以会都会在除呃新年这段期间会去煮面线这样 那我们组啊我们这个聊天室里组里的这个兔子 兔子应该也是中国南方的吧 是广东的吗还是哪里呃 广东的 对所以所以我觉得中国南方的其实年味也算是比较浓的一个地方 想说看兔子你们那边有没有呢 有没有什么就呃 但是吧就是因为我家是属于那种不怎么过节的那种类型 就是过节过过节过年什么的就是特别普通 就什么规矩都没有的那种家里 就基本上就是在一起吃顿饭什么就就没了 什么都没了的那种情况 我家的话可能唯一比较呃特别一点 就是因为我爷爷是北方人 所以就是我家就是过年过节有的时候吃的东西就不是南方的东西 吃会变成北方的东西会比较多 就可能一般南方人过年过年过节吃汤圆或者什么的 我家是吃饺子的这样子 嗯明白明白对就还是这些习俗什么就是因为呃 大家都是就像相当于像流通的一样很多地方的习俗有的都会他会有相同的地方 也会有不同那个每个家庭也都有自己各自的一些可能不一样的一些新年的传统啊 那还有一个就是若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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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河南的吗我之前我是不是点过你的QQ资料 看过是不是河南的对上对你对像中原那边的话 除了就是说我知道主食的话肯定是以吃面为主的其他的话有没有什么呃 那个一样或者不一样都可以有吗 嗯这边除了主食手业的那些 我一般都是一样的就是过年总会有那么两三天就是一个教程在一个家里边就是过游 过游的意思就是自己油炸各种吃的比如说油炸酥肉啊自己整个材料自己油炸 还有比如说还有眼筷啊就是藕就像平时我们在外边可能这边吃的薯片那些过年都会自己整个的 所以过年我就会特别期待你以前 像那个若斯刚刚讲这个就油炸东西我想想我的那个老家那边就是过年的时候会蒸那种我不知道怎么说可以可以叫它面丸子就它里面塞的是米还有剁碎了的那个就是可能葱啊或者就是肉末这一点 它外面是一层而糯米做的水晶皮有蒸这个吃的然后还有就是用糯米和那个肉混合在一起搓的那种那种可以说叫也叫丸子吧可以叫米丸子吧然后也是炸的 这我就想起来就是每年每一年的这种对我小时候印象中我就最爱吃就是那种炸丸子 咱们今天听了 因为我们家是我妈妈它是其实蛮伤的嘛然后我的女生方面也是偏向于蛮伤 但是南方就有一种那种汤盐嘛然后我们喜欢直接放在油里边炸炸完之后那个汤盐特别好吃 我想起来我老家也有人家会在过年不定吃某一天就会有这种也炸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元宵吃的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温州他们过年会吃那个十大碗就是十碗菜摆一桌的那个 董哥的老家吗 对 不会是温州人 突然是有些羡慕他是怎么回事 十大碗 你知道对于没听过人来说听起来都非常的那个很有吸引力 我突然想到我们新年好像还有一个活动会是去逛庙会吧 就是从昨天那个昨天在浅田的乐乐时候来着那个那个 昆哥有提到逛庙会这件事情 然后我也想起来其实我们这里马来西亚也有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 会用整条的一个古街吧 然后就是整个挂上灯笼啊 然后各种各样的摊子 然后当时你去的时候是十分多人 而且是那种人山人海真的是人山人海 然后同时还会有不一样的表演啊 比如说武师啊相声啊 就各个那种才艺表演都会在那条街里头 然后我也去逛过一次吧 因为刚好就是机缘巧合之下 我被邀请去做一个相声表演嘛 然后就刚好也有时间去逛一逛 然后刚好就我也去体现 体验一下对 体验一下这个感觉 就其实是蛮 怎么说新年气氛还蛮嗨的那种感觉 是 我们新年的时候就会专门有大概两三天的样子 就是每一个地方都会有 然后今天在这里玩你会去那里玩的 那边就会有个很大的舞台 他们一天就不停地在表演 所以每天去那边玩到晚上才回来 你们那边过年会不会去买花呀 我吗 你们那边所有人 为什么要买到是不会 我那边会 就是过年的话 我们没有庙会那种东西 但是我们会有那种 就是卖花的棉花会之类的东西 就是过年都要去买 买很多棚菊花呀 还有那种荆棘的树啊什么的 水箭花什么的 那些一大堆花 会买一大堆花放到家门口那样子摆着 家门口或者 对如果是住公寓或者什么那些 里面就会放到家里 就是买那种什么红色的花菊花呀什么的 就是会一定要把家里装饰起来 菊花吗 就 就 没有是菊花的比较多 就是那种那种什么 就是那种太阳菊 或者什么的那种小菊花 就是红色 它不是有黄色的跟其他颜色 但是大部分我们会买红色的菊花 还有那种荆棘啊小橘子啊 柑橘一些 感情好像挺契合这个 新年氛围的嘛这种 颜色 比较喜气的那种颜色对吧 看起来让人心情很好 对 还有什么水仙花 反正就是 好像是有那些什么寓意什么的 但是我都不清楚而已 反正就是买一大堆花放在家里摆着 然后过来年就扔了 这也不是种的花 就是 就是单纯是过年的时候 我知道为了过年 这几天来的 嗯 这个这个其实我很喜欢 我觉得大家看到新鲜那种植物的花 应该都会很开心吧 有这种感觉 而且我们在这边聊天呢 就是有有有 有没能够来参加这一次的 我们也是也是微管组的组长 他说他说他们 他说他们那边就是你看 我们买小灯笼啊 还有就是亲戚家的很多很多孩子 也包括成年的会拎着这个灯笼逛村子 在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些就是 各个地方不同的这种新年的习俗啊 就是也挺开心的 因为春节也是一个我们聚集在一起去告别之前的一年 告别去年 同时也展望新的一年的一个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 那我们各位组长可以说一说看我们就是 在过去的2021年 基本上本组不做了些什么样的工作 可以小小的说一下 说几句就是 就美工组的话 跟美工组日常就只有贺图这个任务 就是之前的话一直都是可能比较大型的任务 会是做特点啊或者是 就是线下应援的那些应援物之类的那些东西 会是比较重头戏一点 每年的工作的重头戏 但是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 那么专辑也没怎么发 然后现在又办不了线下 然后专辑又贵又做不了特点 然后没有剩下我们的活动之后 又没有什么做应援物的就是工作就不存在 所以去年的话2021年的话 美工组基本上就 除了就是日常的贺图任务之外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 然后的话 所以就现在的话 嗯 应该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吧 现在美国一组的人手也比较少这样子 但是就也没有什么大型任务在 所以现在日常工作是可以就是正常完成的 就是咱们画手现在比较少 没有没有几个画手了 没人画画了 虽然画画的要求也比较少 但是现在就是没人画画 所以的话 就觉得美工组2021年的话 工作情况上 就只能说是一般 就正常稳定的完成了日常任务 但是除此之外就没有做什么事情 所以2022年的话 我是在想 美工组能不能就是 就是也能出一些活动什么的 就是多一些活跃性积极性那样子 然后出一些活动也能就是除了在贺图任务之外 也能出一些其他的任务之类的什么的 所以现在目前是这么构想的是美工组2022年的事情 但是一切都还没有定下来 因为还是比较茫然 不知道要干点什么 就是如果万一粉丝们有什么想法的话 可以评论留下来跟我们说一下 咱们如果有好的想法的话 我就可以给他用到美工组里面去 然后最后的话 这样子就可能会有更多的其他的一些物料 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 会不会能给我们跌出来 现在目前是这个想法 嗯 去年的工作 去年的工作 您说一下就是 跟分级活动 分级活动跟美工组联动的那个 S卡 SS卡系列嘛 然后 嗯 还有进化 做进化送周边的活动 然后明年的话 其实今天有一个想法 就是 说海外的话 也建立一个反黑组 然后当时跟米尔也商量了一下 然后 嗯 再想明年的话 能不能就是 就是加快一下这个计划 还有就是 关于招新方面 因为进化组 进化组的要求 比如反黑组的要求 要求严格一点 所以 明年的话 反黑组的硬性要求 可能会降下一点 然后进化组的话 可能 要求还是会比较严格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加入我们 嗯 嗯 这样的话 嗯 嗯 我们工作量也会 嗯 可以工作的人也会多一点 对 然后也谢谢之前一直在 反黑组第一做的成员 不管是走了的 还是没有走的 还是待在我们 反黑组的 对 然后也谢谢大家 重点是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加入我们 反黑组 对 好我来说一下字幕组 字幕组 啊字幕组这一年呢 就 就该做的都做了 然后哪些是我们 原本可以不做 但是我们做了的呢 就是 把虎牙 它给全部 中半钟做完了 嗯 就每期差不多 一百二十几分钟吧 然后 基本上每期 我们的所有轴子都算长了 名单就拍得很明昂很昂 然后做这个也花了我们很长时间 好像有 多少时间 好几个月吧 忘了是 从暑假 暑假之前就开始了 然后到七日到九月份才结束 呃 除了中半钟 这个之外 嗯 哎 我们包括微人的团中 是做了的 然后其他一些 小小的综艺也都做了 嗯 感觉大家就是非常的辛苦 然后呢 我们中间也有经历过 人缘的一些流失 当然也有一些新鲜 血液补充进来了 就在这里就是说一下 我们还是欢迎做一个 特别 有能力的发益轴子加入我们呢 就跟我们一起更好的 为微生力发现了 那我来说说看 资源组2021年的这个 可以说是一个工作总结 如果让我来形容资源组2021年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 匍匐前进 为什么呢 因为资源组呢 算是我们这样子里面 人数比较少的一个组 当然也不是非常少 当然也不是特别多 可以算中间的这样一个 一个存在吧 2021年呢 对我来说 我印象很深的是 我们走了很多很多的人 呃 包括啊 我之前的前两任的组长 也都是在2021年离开的 呃 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 就是我们只有走的人 没有进来的人 那我很欣慰的一点就是 我在我们工作群里面说 有没有人过来帮忙 也有我们其他很多组的 这个组员们也来帮忙 帮助过资源组走过了很长很长一段 非常紧缺人手的一个一个 一段就是很 我觉得是一段很艰苦的一段岁月 关于危险的大家有可能你就看到了 就像微博上发的资源嘛 我们主要就是配合资源族还有字幕族 以及其他族成人 他们在情节发的那些资源 我们能够及时的发布到微博上 让各位微博民都可以看到 我们微管族的人也是比较少的 之前的人还是比较多 到现在的话大概也就四个人 可以及时的就是上线发微博 这样可以把资讯就传送给大家 大家也可以更好的接收 嗯 我们四个集的话之前 呃 月薛也说过 其实 嗯 四目组在我境内的 当境内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有很 就是微人空白期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 啊最近都看不到微人啊 为什么没有布料 当时那个 我们的组长月老师也说过 我们的工作完全是根据 微娱乐的安排来的 他们有工作 我们才会有工作 但是像去年的话 我们也是做了很多 算是自制的节目吧 嗯 一是呢 想要 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字幕组 平时活 就是工作的日常 然后 同时呢 也希望在微人空白期的这一段时间呢 让大家 嗯 怎么说 也不是不能忘了我们吧 就是 也可以有其他的这种娱乐项目 呃 让大家开心一下 然后呢 新的一年 我们 肯定会继续努力的 然后 也会开发各种新的节目 哦 动画之类的 就是 和微人有关的这样 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我们吧 嗯 谢谢 视频剪辑的的话 就是配合 字幕组 进行了一些工作 就是 比如说 呃 剪一些物料给的 微人cut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自制的节目剪辑 然后 再者就是 剪了一些MV里啊 或者舞台里面 微人的cut 呃 去年的工作 主要就是这些 然后今年的话 就是新增了 稍微生产一下 就是新增了 给微人的生日 呃 还有周年的时候 剪的应援的视频 然后希望大家 呃 不管是这个我们讲 应援视频 还是节目的话 大家在B站看到的时候 可以多多给我们 一顿三连 谢谢 ok好 那就到推特组这里了 这个 其实这个组是 呃 在去年的11月尾 开始创建了 然后 因为当时我们 经过商量 会想说 去重新运营一下 推特和油管 这两个平台 那 暂时就由我来去 呃 带你去管理 这两个平台 然后 然后 同时在去年的 十一月末 我 我们创进了这个 新的推特组 然后 当时的人数也非常少 基本上就只有 两到三个翻译 然后 推广的话 也只有我和 兔子当时 呃 来兼职这个推广 然后 就是会 负责把微博的一些 成员的 呃 发的微博啊 或者是一些 呃 一些 公众号 他们会发的一些 呃 资讯啊 都会发布到这个 推特上 然后同时进行翻译 然后将这个 消息传达给海外的 为止你们 然后 当然也会 呃 开始去 搞一些 物料的 就是 呃 发布到油管上 然后 会重新 呃 去从中字 然后去翻译成英文 就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 然后也是发布到 油管上 让 所有的海外的为止 你都可以更加 呃 容易的去了解 微人们的物料 他们在里头说的什么啊 内容的什么啊 这就是我们 推特主基本的 一些工作流程 然后也是 呃 非常的 希望大家如果有能力的话 可以来加入到 推特主其实 呃 能够愿意去学习 怎么去 呃 发布以及翻译的话 这是最好的一个 呃 责任感吧 然后同时 呃 同时也是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 推特和油管的 呃 账号也是 看到的话 路过的话 可以去呃 给个赞或者是 转发一下 让大家更多的人都 可以看到我们 微中手 其实也有推管 呃 推特和油管的这个账号 谢谢 好 过去的一年呢 我们站子也经过很多的人员变动 无论是哪一个组 也都有来来往往的人 站子呢 就很像一个车站 或者像一个月台 有人走 也会有人来 在大家进了站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 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可以简单想两句 有没有呢 哦 我有 那米亚说吧 米亚说 我记得当时候 我进站的时候是 呃 其实还没高考吧 然后 就在准备高考当中 然后 当时我在进化孩子 因为在大学没有什么说话 然后当我冒泡的时候 然后刚好不小心 暴露了我自己是高三生的这个身份 然后月老师 立马一句话 给我马上庭工 哈哈哈 然后就给你全战庭工了 对 全站庭工了 对 然后我就在全站当一个 呃 吉祥物吧 哈哈哈 所以这是我印象 比较深刻的一个事情 你这样真的很难办啦 是我把你抓进来了 我没有问你年龄这个事情 呃 你不说是你 你不说 这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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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米尔进来之前 啊 嗯 我三四月份的时候 我要换工作了 嗯 然后我就说 他是上了晚班 嗯 蛮就是下午到晚上是要上班的嘛 就刚好避开了我们这段要工作的时间 所以我就说 呃 就是说 跟大家说我要退退退退退退退 去未中手嘛 嗯 然后 我觉得是清雲节那段时间 然后就退了 退了几天 然后忍不住 我就在那个地站里上面搜啊 我说这个工具怎么出来的有点慢 然后我就又回来了 就跑路 说 我说我说了 我说了好几次了 我从 嗯 二零年六四月份就说我培养好下一天我就要走了 然后 后来拖拖拖拖到后面我说 嗯 拖拖拖去往後再走吧 嗯 后来又拖 拖到2020 2020 再走吧 然后又往后拖 又是新的盘装 那 盘装再走吧 就一直往後拖 拖到后面 嗯 确实退了 但是 只退了一个礼拜 然后我就又回来了 什麼 就捏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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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unt 就捏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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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je 我之前,也不是之前嘛 跟我一直在資源組的心態也比較像 我有的時候也不是趕好我值班 但是我就會想 去看看值班學裡有沒有人 當前值班的人可能漏發辣 或者發的比較慢啊什麼的 去催一下,有些其他小錯誤什麼的 就感覺好像如果我不去盯一下 或者怎麼樣的話就 心裡面有點 因為好像玩樂 就是不應該 超過對工作的這種 這種熱情吧 樂情的英明那個我也非常有共感 因為為什麼就是我剛定站的時候 站的時候什麼都沒有 也不能說什麼都沒有 就是什麼都很初步的情況下 然後跟著我就一直來來回回 那個時候抓了好幾個組 反正想辦法就是抓人抓人抓出來之後 抓成組長之後我就又跑了 但是我就一直有看著 你們大家就是 把中國組越做越好啊 然後 就其他組的一些工作也全部拉上 做得特別好的時候 我就感覺啊 就怎麼說 有種 有種怎麼說 我家孩子 長大了的感覺吧 反正 反正就是這種心態 在看著你們就做得很好 我就覺得 沒有我也沒關係 反正 大家都做得挺好的 我就 我就 脫銜去吧 也不能說脫銜 反正就是可以就是 就稍微就是把我的注意力 更加投到我自己的個人生活上面 很大 就 心態大概是類似這種心態吧 因為 也不能說總是我們這一群老人家 就一直頂在前線幹活嘛 畢竟還是 是 人人流動還是很多的 所以還是需要很多的新生力量加入我們的 對 等會等會說完 那個的 就是 就是 我們搞了好幾次就是 類似於讓站外的人進來體驗站內的生活嘛 那個站起來的 提驗工嗎 是天日還是天日還是天日 來提驗工嗎 是天日 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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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一部分留下來了 還有一部分 因為各種原因就沒能跟我們一起 所以我想說 也感謝你們當初看到 我們在B站微博上發的東西 就願意進入 就進入我們來 進入我們 進入我們 願意進入我們站子來體驗一下 就很感謝 希望你們現在也過得很快樂 我常說就是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樣 就是我剛進站的時候是10月 20年的10月份 當時是 那個團中剛開始的時候 當時就是莫名自信 覺得 哇塞我能聽懂 一人的威語 每個韓語 你覺得我可以了 試一試 然後我就來了 然後 結果沒有想到 沒過多久 就趕上了2020 然後那一段時間 每天都是 真的是物料追著我跑的 那一種 每天 基本上我們中國 全都是 一兩點都有睡的 就是今天 今天是團中 明天是2020 然後中間還穿插 各種20 各個小組的各種的物料 然後當時 印象最深的就是 他們不是抽球 然後跟三個人一組 四個人一組 直播 然後可能 大家都覺得 希望每一個威人 參加不同的組合 可以多見他們一次 然後我們當時想的內容是 最好把威人 都給我們參加一個組合 然後我們就不能做 那麼多的舞蹈 就是這個 但是當時真的是 看到他們就是很開心 然後相對於去年來說的話 就是 就又感受到那個時候 就快樂 希望新的一年的話 每人的無聊可以做多的 然後讓我們每天看著他 那無聊追著我跑 都沒有關係 好了 我們這一次聊到這裡呢 我個人還有一些想說的就是 作為粉絲 我們都是一直跟著威神同行 這條路上 大家都是因為 我們都願意走這條路 所以我們相遇 所以相識 在這個時間 我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能夠遇見大家 在這樣一段新春的時光裡 和大家一起同行 我覺得 沒有遺憾了 我以後再回想起來 不會有遺憾的 很很開心 那麼我們這一次的活動呢 到這裡也就進入了尾聲了 這個 我們這個視頻剪輯出來之後 我希望 有更多的威神 你們可以看看 我們的招心的條件 如果有意向 哪怕說想要來嘗試一下的話 我們都非常歡迎 威神你們可以去我們的 微博置頂的第一條 看一下我們招心的這些 一些小要求 還可以去我們的這個 微信公眾號 希望大家在2022年 也能夠多多加入我們 多多支持我們 我們在一起 這團力量也是為了威神 希望大家能夠給我們這個機會 有成為朋友的機會 好 行 我們之後 我們組長們 來跟大家 來跟大家道個別吧 對 來跟大家道個別吧 整體開麥 好 一 二 三 新年快樂 夜 晚上 兩 三